第四十題 甲、消防砂、乙、水、餅、滅火炎、丁 一般常見乾粉滅火器 当遭遇到鎂或鋁或金属火災时 以上哪些滅火器材或药剂并不适合 我们晓得一般的乾粉滅火器的滅火 是因为产生二氧化碳 但是如果碰到活性比碳大的金属 它会抢夺二氧化碳里面的氧 然后继续反应继续燃烧 所以我们学过 鎂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烧 所以我们的干粉滅火器 不适合用来是扑灭 鎂或铝的金属产生的火災 同时这些化学药品的火災 通常也不适合用水去来灭火 因为经常也会发生一些化学变化 所以水也并不适合 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 上述哪些灭火器材或药剂并不适合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乙、汉、丁、水 跟一般常见干粉滅火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